大家好,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五,中秋節 我們看看北水,昨天已經不來 在這點中,我們看到接下來幾天都將會沒有北水的流入 不過基本上我們看到,流入的多於流出的 即使有很多北水慢慢累積在香港 我們再看看 然後看看什麼呢,就是這麼多的板塊 板塊是半導體升得比較多 地產也有,交通也有,汽車也有 銀行也有,最重要是看看地產就上去了 基本上今天一定是比較穩陣的 個別的股票方面,就簡單了 什麼都升給你了 為什麼什麼都升給你呢,我們看看這個旗子 旗子這裡,我們看到它 將會在這裏這幾天 都是保持著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現在就一抽,抽了上來 是不是已經解決問題,當然不會啦 不過,其中有一個技術勢走派 走勢就是,你一棍升上來 升上去之前的三天的 這個收視位或者高位的話呢 那就是啟示一個可以的回升 所以回來如無意外呢 中秋回來之後,這個應該會繼續上升的 那你會問,那這些有沒有什麼情況可以看呢 譬如像這裏那樣 它這裏就用三天的時間 升上去之前的位置 好像這裏那樣 那接著之後 這裏就上升上去 好了,那我如果看看其他股票 都會有類似於市的 那昨天已經說過了,今天不作推介 這裏就作為一個總結 曾經推介過是月崩環保的 在這裏就好那一天 我們要看這裏的 在這裏那裏就好